北京这家美食广场内 首摇饮品琳琅满目 大陆茶饮市场竞争激烈 消费者口味越加刁钻 觉得口味好的话 可能会去选择 也会选择就是多尝试吧 如果说尝试觉得好喝的话 可能会选择复购 因为它价格都是在二三十五浮动 它贵也就是贵那么五块钱 肯定是选优先很多爱喝的呀 当然网站的会就是 这样是一批大陆水平会比 会那个优惠券 茶饮店遍布大街小巷 竞争白热化 不少品牌都推出抵价优惠 像北京这家首摇饮 价格直接拉到九块九人民币 水果茶不到新台币四十五元 就能喝到 但也因为利润太低 导致大批业者撑不下去 来看大陆连锁首摇品牌 截至九月九号近九十天时间内 喜茶关了五十七家 关店率百分之1.22 霸王茶几关店率来到百分之1.1 碧水冰城则是一连关了244家 这背后其实与大陆经济下行 民众消费降级有关 以大陆十一长假为例 今年游客单次出游花费不到新台币六百块 比2019年疫情前下降了百分之2.1 大陆首要店接连倒闭 另一群人却摩拳擦掌 回收二手餐饮设备再出售 业者透露二手餐饮设备市场风险较低 且毛利率高达百分之六十 要在新商机中好好赚一笔 TVBS新闻朱光宏北京采访报道